今天來了兩位非常活潑的來賓 這一段要談一談 所謂障礙者會遇到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標題應該改一下 任何人都會遇到的問題 只是作為障礙者可能 他的面向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談談親情這件事情 其實剛才兩位提到 其實家有生障者媽媽 他的壓力非常的大 他不管是我們剛才講的 傳統的人用因果論去 讓媽媽覺得說心理壓力很大 或者是他自己在照顧孩子上面 你們兩個人 其實我相信爸爸現在也是一樣 父母都是一樣 會面對到這樣的壓力 在你們的成長過程之中 你剛才有特別講了 媽媽其實他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是一個嚴厲的媽媽嗎 你媽媽 我媽媽是個 小時候是一個讓我覺得很可怕的媽媽 長大之後也覺得蠻可怕的 沒有 就像小時候 我有時候因為像小孩子 不是出去玩就會跌倒嗎 對 像我有眼睛很深刻 就是我以前跌倒的時候 媽媽從來不服我 他就是可以看著我 這樣從譬如從這裡 然後一路爬個十公尺 然後到那邊的椅子 因為我要穿著椅子 自己站起來 那個時候還可以 那時候就不懂他為什麼都不服我 一直到長大之後 我參加很多病友團體 我看到了其他的 可能跟我一樣病的患者 可能沒有辦法走路 我才開始意識到媽媽那個時候 對我的好在這裡 甚至像小時候 功課的部分也是 我只要寫字如果不好看 他就會直接擦掉 然後我第二次再寫不好看 他就會整個撕掉 然後叫我重寫 然後我考試就是滿分 他要求就是100分 少一分就打一下 然後媽媽那時候就說 就是 我永遠記得媽媽那時候說 就是 我媽媽不能照顧你一輩子 如果你走路都走不贏人家了 那你讀書還輸人家那怎麼辦 所以我媽媽是一直用這樣的方法去讓我 可是我很感謝媽媽放手 讓我做很多事 雖然導致我叛逆期很嚴重 可是至少我比一般跟我一樣病的患者 我嘗試了很多不同的可能 我想要分享 有一次我去病友會 我看到一樣一個小孩子 他跟我一樣的病 可是我們在 他可能在小時候還可以跑跑飄跳 可是他去上完廁所之後 他想要在會場裡面自己走走逛逛 可是媽媽卻用那個 他的媽媽用那個皮帶 把他綁在輪椅上 因為怕他 就怕他走會跌倒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相比之下 我就很感謝我媽媽 就是讓我自己去跌倒 那當然 不一定是說每個孩子都能夠自己去走 可是我覺得我媽媽 選擇在這個時候放手 跟在某個地方的堅持 是對我幫助很大 他讓我去闖 去嘗試去活得快快樂樂 這個好重要 所謂一般身體健康人的爸媽 都不一定能夠放手 那放手不一定是身體的放手 有可能是心理的放手 這有很多層面 我們先看一下媽媽的照片 其實媽媽非常的漂亮 右邊是我媽媽 不要問我窗戶裡面那是什麼 我覺得很可怕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想幹嘛 媽媽真的很漂亮 媽媽很漂亮 所以每次我跟媽媽的合照 別人都會說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會開玩笑 看一下這是比較近期媽媽的照片 看不出來媽媽這麼嚴厲 像你這樣講 就是說 在功課上要求這麼多 可是你說你也曾經很叛逆過 有一次出國 媽媽反對 你還是上了飛機 這個還蠻厲害的 柬埔寨 那時候就是因為 我一直很想要去柬埔寨去 那時候是跟朋友一起去做一些 志工服務相關兩個月 然後媽媽當然不會同意 然後我就每個禮拜講一次 然後到出發那一 我媽媽都一直不相信 我說怎麼可能這個小孩子 會自己買機票然後出國 一直到出發前一天我在收信 我媽媽才問說你在幹嘛 我就說我要去柬埔寨 我媽當然就很生氣 可是我朋友他爸爸的車都開在樓下 要送去機場 然後就跑過去了 好 我要看一下你去柬埔寨的照片 雖然媽媽這樣子還是很生氣 但基本上她真的要攔住你 也不是沒辦法 她還是讓你去了 但這一趟也讓你學習到很多 也看到了這個國家 我覺得真的是 媽媽好偉大 雖然說我知道那種衝突不可能不在 但是你的媽媽真的很厲害 她願意讓你去嘗試這麼多的事情 讓你的生活這麼精彩 真的 我很感謝 我很感謝她 很佩服 可是她現在很怕我 就是又在做出什麼厲害的事情 又想要做什麼 我想說來去個北極 沒有沒有那時候去柬埔寨 然後這個是 這個照片是那個時候我們在 因為我們在四 我們跟一個當地的組織合作 那個組織就是在當地的弱勢學生 不管是外語或者是電腦能力 可是我們那時候 一群朋友去那邊 我們去那邊開了一堂叫做Business 我們開了一個課 名字叫做商業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裡面教導 他們就是 因為我自己社團就是Netting Pack 我們在教導 用商業模式去為社會的問題做出挑戰 所以我們假裝開一堂課叫商業 可是我們在教他們 是如何對自己的身邊的環境 或是你所關心的社會問題 去做出一點點改變 我覺得媽媽一定非常的驕傲 有胡亭碩這種兒子 就是這麼的聰明這麼的活潑 然後想要到處去幾乎啊 其實你不講啊 或者是說我們這樣跟你聊天 根本感覺不出來 你說 就是說你比任何人都還要健康 我覺得 就是這樣聊完也是 除了體重以外 除了體重以外是不是 媽媽好偉大 靖軒的家人也是一樣 非常支持你 因為像我的話 然後呢大概是 因為像剛剛廷說 就有說到她媽媽有開課 而且媽媽都會走 家長就有一天會死亡 可是那她能不能讓她的孩子 在這之後 能夠繼續活下去 然後這也是我媽媽 她可能她在她小的時候 在我小的時候 然後呢就會不斷的 讓我自主性的決定 她比如說當然我可能要開刀 比方說我的耳朵需要開刀 醫生說你可以開其中一耳 然後呢她說左右邊都差不多 你來決定 然後呢或者是當醫生已經決定好 那我們開誘耳 後來等我回家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我總覺得 因為我左耳聽力比較 就是常用 慣用耳 我希望開左耳 可以幫助我更多 後來媽媽她就說 嗯 你要決定可以 那你自己 就是去看醫生 去跟醫生說 你要做這樣子重大的轉變 然後媽媽就是從此以後 就是她不管任何的人生中的決策 都交給我決定 可能包括選學校 選字眼 然後呢她都把那個印章交給我說 你來 是不是有那麼開明 有很多父母是這樣子 她一直想要把小孩拉在身邊 或者說她自己沒有完成的夢想 想要透過小孩來完成 可是這種東西對任何父母來講 都是一個功課 可是你遇到了一個很好的媽媽 全家福的照片 爸爸然後她中風 然後也是因為她的緣故 才會讓我對於唱權的議題 然後呢就是更加的 有一份心力跟精神存在 而我在我國中的時候 大概國一國二的時候 爸爸第一次中風 中風以後她還可以站起來 她還可以繼續做復健 她還可以自己吃飯 然後呢她還可以努力的選擇 就是復健的生活 然後但是到第二次中風 是在我大學 就我考上台大職能治療 學系的時候 然後爸爸懷念第二次中風了 醫院突然間傳來一個病危通知 醫生就要你做選擇 你的父親目前要開刀嗎 不開刀她一定會死 開刀的話她可能要更辛苦 然後那個的時候 媽媽她其實當下聽完以後 她就轉過來跟我說 爸爸也很辛苦了 因為在第一次中風以後 我們全家都看到爸爸 其實在跟她的身體 不斷地去做掙扎 不斷地每一天都要去過得非常辛苦 走路都很困難 然後當下我這樣我就崩潰大哭了 因為本來跟爸爸感情不好 後來就是在哭的那一刻 我就跟媽媽說媽媽 我還是想要有爸爸 就是我還是希望自己是有個爸爸的人 然後我不知道 也許我的科系的選擇 只能治療是復健學 然後說不定我選擇 我也是想要學以自用 我也希望能夠是回饋在自己的爸爸身上 然後就面對那樣子的一種掙扎 可是等到現在 我們做了這樣子一個決定 把爸爸救回來了 我有時候也會自責 因為爸爸現在他過得更辛苦了 比方說他連吃飯都沒辦法吃 可能要我們餵死 可能每餵一口他會被嗆到 然後被嗆到他整個就非常不舒服 很難調適 我們餵的人也很辛苦 可能他沒有辦法大小便 不能自理 然後在這樣子的一種情況下 他感覺人性的尊嚴度已經漲到最低 我常在思考說 會不會是我當初的選擇太過自私 才會讓爸爸承受這樣子多餘的一個難題 一個小孩想要有爸爸在身邊一點都不自私 而是說 我覺得這還是 跟我們剛才前面提到很多東西 其實是有相關的 就是說 你不是說生性障礙而已 現在我們也在談長照 其實任何人在生命中 都可能遇到不同的挑戰 那今天靖軒的家裡 其實遇到了各種不同的挑戰 可是一個挑戰 所有都是回到一個家庭 我們要怎麼樣一起去面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 可是他也是一個很社會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人 你我都會遇到 所以我們 我覺得還是回到 我們要怎麼樣重新 回到這個社會來討論 所以 我覺得然後 因為像我也是學醫學相關的科系 然後所以說我才會 把這樣子的一種關懷的心眼 帶到我們的長照 醫療 所以說我有跟立法委員 然後再做一個長照 相關的一個倡議行動 而在這樣子一個過程之中 可能我們在未死需要非常辛苦 那我們能不能夠去訴求我們的長照政策裡面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照護資源 然後可以分配給每一個家庭 所以說也是搭上最近的那個時事潮流 我們對於長照的關心影響到我們以後 我們的未來的生活 是 無論今天你是什麼樣的一個障礙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缺手 我們都很愛你 然後我當時聽到我都完全 而且在一個男生 就是要男生開口說出 愛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 然後但是我一轉過去 不只他講 旁邊還有坐在位子上面的同學 都分分點點頭 表示那樣子的一種認同 也是就像那樣子的一個場合 我才看到自己是被支持的 我都看見了 阿彭